影片内容请参考章节目录哦 首先来看卡普空9月中旬公告 针对诡异探究任务等 存档数据只要是违规修改过的内容 该存档将无法正常游玩 是情况不同 游戏本身也可能无法游玩 这看起来很可怕很严重 但卡普空目前还没有这么做 所以解决方法很简单 你如果存档里有违规修改的癸异探究任务 趁改版前赶快删掉就没事了 如果不确定自己的癸异探究任务 是否合法也没关系 我觉得卡普空应该只会让任务失效而已 不会动你存档 但如果真的很怕死就先备份存档 备份好了以后 把癸异探究任务全部删掉 等明天改版后再看看情况 另外 如果你存档里还有其他违规的游戏数据 例如411护士什么的 这种游戏中不应该存在的东西 最好赶快删一删 违规的存档数据处理完之后 建议在改版前也把MOD清理一下 因为MOD会有相容性问题 你使用的MOD种类越多 改版后出现问题的几率就越高 游戏及MOD彻底删除步骤 1.打开蓬松经理5000 把安装过的MOD全部卸载 2.先打开游戏资料辖 然后再解除安装游戏 3.把游戏资料辖里面剩下的残渣全部删掉 4.等游戏改版后再重新安装游戏 这样最干净 也最不容易出问题 以上 Google姐姐配音 881 2.0 2.0 3.0 3.0 3.0